那另外針對公務處處長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目前有三項的水環境資源 那還有在您上次的實證報告裡面有提到 我們之前有做一個民眾溪流的民眾河川的改善的部分 結果我發現在河川的底部跟旁邊全部都是水泥封起來 變成整條都是把旁邊的生態都破壞掉了 那對於這個目前前三經費申請到的水環境計畫 你們是打算怎麼做 請公務處回答 謝謝議長也謝謝議員對這個全國水環境的那個計畫的關注 我想這一個部分早期可能對這一個河川治理的部分 觀念可能也沒有那麼應該講那麼好 就沒有注重到這一些相關的環保跟生態的部分 所以您大概了解大概差不多前十來年開始 我們在這一個生態工法的採用的部分漸漸的就加強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您比較放心一點 那尤其這一次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央非常重視這相關的環保的議題 所以我想就是說剛剛議員所提到我們這些相關的提案的部分 我們在執行上我們一定會依照這一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執行作業的注意事項這裡面它定有每一個縣市政府在提報這相關的整體計畫的工作計畫的時候 我們必須會先召開工作會議或公聽會 對那包括各鄉鎮的社區組織啦或者NGO團體啦或社區的那個民眾的這一些啊 我們會針對這一個推動的方向跟內容有沒有 我們會跟他們做簡報會做很詳細的一個說明 那等到收集這一個相關單位的意見以後啊 我會納入這一個整體計畫的那一個 所以這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三項已經申請到了嗎 呃 剛剛您提的齁 水環境計畫 沿岸這個部分 我們是已經爭取到規劃費的部分 已經爭取到規劃費的部分 那往後規劃的時候 希望可以真正考慮到生態維護的部分 因為目前 我看到前瞻計畫在選環境的部分跟公園的部分 像隔壁的苗栗15公園他也是爭取前瞻經費啊 前瞻經費他也通過啦 可是帶出來就勸變成別人笑柄 我不希望新竹縣 有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事情可以嗎 您放心啊我剛剛報告 我們一定按照中央這一個作業的規範有沒有 我們按照程序 該辦公聽會該辦說明會 我們一定要照這個SOP來做 而且聽取他們意見 而且他現在中央有要求 每年我們會有一個服務團隊來協助我們 那再加上這些專業團體的一些調查報告 他會針對這一個我們新竹縣啊 那該地區是不是有這些保育類的動植物 或者特有動物的棲息地這一些有沒有 他們都會做詳細的調查 新竹縣我希望可以增加 包括荒野協會他們的一些建議可以嗎 您放心我們都有通知好不好 那這個部分你放心 所以我剛剛照這個SOP啊 一定不會造成類似您剛剛所說 別的縣市的這個問題 對希望不要有十五公園的狀態 謝謝 那也請楊縣長承諾要尊重專業落實生態永續 即使我們今天爭取到前瞻經費可以做了 我也希望是好好的做 如果今天是做出來是不OK的 我絕對是反對到底 我看設計我就會反對到底了 謝謝